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5月6号起率团到北京访问 7号他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的消息被国际媒体关注 至于他在会面的时候提出的四个体谅 中国大陆的媒体则是只字未提 由于宋楚瑜是台湾318太阳花学运之后 第一位到访中国大陆的政治人物 那么他此行的目的就格外令外界关注 正在北京访问的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8号上午前往北京大学为自己的著作举办发表会 宋楚瑜自2010年4月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之后 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前往大陆访问 这几年他经历了丧妻之痛之后都在休息调养 同时他也是在台湾3月份发生太阳花学运之后 第一位到大陆参访的政治人物 因此宋楚瑜这次率团访问北京被称为付出意义非凡 这也是台湾发生反风貌学运之后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共的立场 习近平7号在北京会见宋楚瑜时 首次向台湾学生喊话 他说两岸青少年身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 要多想些办法 多创造些条件 让他们多来往 多交流 宋楚瑜这次去是代表泛滥的一部分 但是他不是代表大财团 他是代表下层的企业家 工人 学生 那么国民党马英九另外一批人是代表大财团 宋楚瑜在与习近平会面时提出了四个体谅 多体谅台湾同胞的台湾意识 但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 多认识和体谅最近台湾的自主性公民意识 毕竟台湾跟大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不一样 台湾是个多元社会 大陆应多体谅台湾的民主体制 台湾经济多元自主 很多中小企业白手起家在各地打拼 请多体谅他们的处境 不过宋楚瑜8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他从头到尾没有提及太阳花 两岸后续协议是否会受到台湾反服貌的影响而延宕 习近平在会面时亦有所指的说 经济融合有利两岸互利双赢 任何时候都不应受到干扰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慧林 还提出另一个台湾需要担忧的现象 吴慧林猜测 是不是习近平发现他们的讯息有问题 一方面也想从宋楚瑜这个渠道 去得到代表台湾底层的真正看法 所以才安排宋席会 不过宋楚瑜提出的四个体谅 中国媒体则通通删除 之字未提 不过宋楚瑜提出的四个体谅